就我所知啦 在过去一段时间内 有三种人是捐了给客户者 非常多钱 第一个是什么 就是建商 因为我有朋友是建商 建商的确有被请过 很多次吃饭 很多次吃饭之后 当然就是稍微都 这个偶爱了一下 这个是建商是有的 我也听过我很多建商朋友 讲过这件事情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金融业 金融业超过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他有永丰帮 事实上很多金融业 跟他关系非常不错了 金融业也捐了非常多钱 还有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是生机业 他事实上在搞很多 生机的这个部分 那生机这个部分 他有刻意跟这个内科的 很多这个生意 这个所谓生机业者 在往来 所以这些人 捐给他非常多钱 那就这么多钱 我跟大家讲 现在很多老板都戳在蛋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很怕会出现在 这个USB的名单之上 所以那是 所以为什么你看 所以我说 为什么徐子瑜 他要流往海外 搞不好他拿的 不是只有冷钱包 USB 他搞不好拿的是更关键的 2023年的这个USB 就在他的手上 所以我才说 为什么他一直不敢回来 他里面所掌握的一些讯息 跟资料 或许真的是 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 宇萱 我们现在要非常注意 陈志涵的讲话 因为他非常妙 他每次要说谎 可是每次说谎以后 真实都会在这里面 我觉得非常妙是吧 他在10月8号的时候 他就讲 下一波应该是 约谈刘宝洁跟物质家 冷钱包都被他们掌握了 然后到21号的时候 他就要讲说 这个东西 如果一开始就搜索到的时候 怎么现在还穿出这种说法 而且没有办法破解 他说 这个冷钱包的东西 根本就只需乌有 8号还讲说 只有我跟物质家 掌握了冷钱包 然后到了10月21号 才讲说 这个冷钱包只需乌有 到了 昨天 他就说 我给你讲一个秘密 我要给你包一个料 包一个什么料 真的有冷钱包 真的有冷钱包 跟他讲的是 简连到了家里面 去搜索了以后 看到有一个非常精美的盒子 看到精美的盒子以后 就跟陈佩琪 陈佩琪讲说 好吧 你就拿去吧 我们刚刚讲了 完全胡说八道 完全不合常理 但问题来了 你以前 信誓旦旦否认的这么决绝 完全否认说 没有冷钱包这件事情 完全没有关系 可是今天 昨天晚上 这张脸 我真是觉得 今天所有说谎的人 都应该以他为教材 以他为教科书 说的脸不红 气不喘 讲的义正词言 他说谎成亲了 本来刚刚我们讲了 一个月的冷钱包 结果民众长不断的说 是鬼故事 不断的说是科幻小说 不断的说是怎么可能 因为我们在关键时刻上是 最早讲冷钱包啦 结果好了 现在终于有一个人 还我们清白了 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陈志涵 叫我们陈志涵 竟然还我们清白了 本来怪了 为什么 因为你刚刚讲到 非常多的重点 第一个 陈志涵一直在嘲笑 说什么冷钱包啦 科幻小说啦 科幻故事啦 不是 你陈志涵现在承认了以后 那我跟吴董 还要去被约谈吗 不是啊 你们变先知了嘛 你们是Prophet 你们是先知 他说怎么可能啊 被掌握了 哈哈 这样把他们掌去约谈啊 结果第二件事情 诶 21号耶 距离现在有没有很远 没有啊 没有耶 这个女人翻脸跟翻书一样 我被他吓坏了 他其实在说 拜托啊 如果有到一开始就收到了 怎么可能 诶对 就保抵哥 真的被收到了 他说真的一开始就被收到了 是8月3 10号的时候 就已经被收到了 那保抵哥 我才不相信他讲的话 好不好 他说你看哦 而且捡帮怎么还没有被人家破解呢 半真半假 什么意思 这时候陈志涵呢 就已经得到了一个讯号 这个讯号呢 请问一下 如果冷钱包被收到 他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当然啊 对啊 那为什么那时候不承认 现在承认 还否认了 对啊 那时候一直否认啊 而且到21号还在否认 那保抵哥 绝对有一个关键转捩点 你知道什么吗 你说从21号 到昨天 发生大事情了 绝对发生大事情 我跟你讲 脏到了 脏到了 我跟你讲 绝对是开始在破解冷钱包 我跟你讲 拿到冷钱包这件事情 早就有了 因为我们早就讲了 消息早就出来了 但会让陈志涵有这么大的转变的 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叫做谁 柯文哲 绝对是柯文哲叫他做出来的嘛 叫他出来赶快洗地了嘛 叫他出来赶快编故事嘛 因为理由很简单 可能正在破解当中是什么 破解有几度了 他才会赶快讲说 你赶快出去跟外界唬烂 而且你看到 现在我觉得陈志涵最厉害的就是一本正义的胡说八道 然后从他一本正义的胡说八道里以后 你就可以看到整个事情的全貌 他昨天怎么讲 他说简连是跑到柯文哲的家里去搜索 看到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比特币冷钱包的那种盒子 包装非常精美 里面可能有一个卡片或什么的 这个时候检掉可能就如获自保 他说这个就是冷钱包嘛 里面应该藏着1500颗比特币嘛 所以就很高兴 当时佩奇医生就说 你就拿去吧 我们刚才讲到 他今天不是讲说这个冷钱包合在这里 我刚才讲到 你以为这些简连是白痴吗 今天简连看到这个东西 他当然就知道 这是冷钱包 哪有说 看到一个卡片好像是冷钱包一样的东西 还搞不清楚 人家很清楚 而且第二个就是 我今天如果都搜索 我问过很多人 今天如果到人家搜索 他是什么东西都在找到 这个盒子上面可能有指纹 这个上面可能有任何资料 我怎么可能说 我到人家搜索了以后 我把里面的东西抽走了 我留一个盒子在外面 保来看我知道 陈志涵地理不好 数学不好 但我没有想到 他连文笔都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当你在看科幻小说 对 我们现在就是在看 陈志涵写的科幻小说的时候 最受不了一件事是什么 逻辑矛盾 来你仔细看 他说去科幻家搜索的时候 看到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比特币的冷钱包 对这件事没错 但有问题是在这句话 1500颗比特币 不是啦保德高 你知道这个逻辑矛盾在哪里吗 你不是讲空的吗 不是 检调那时候知道1500 不知道吗 检调如果是在同一天 8月30号收到USB 然后也收到冷钱包 那他等于是说 要把这个东西同时插进去 还要破解之后 才会知道里面的1500 等一下 他说检调当天就讲说 里面藏了1500 入洞了嘛 因为人家是同时 找到这两个东西 剪掉的时候 哪知道什么1500 再第二件事情 他说陈佩琪医生也在场 哦他讲的会生会赢哦 好像他也在现场 一起知道柯文哲 在厕所里面大便一样哦 他说佩琪医生说 你就拿去吧 董娘的风范马上来 你就拿去啦 你就拿去啦 不是吧 检哥 搜索的对象 侦查的对象是柯文哲 问陈佩琪在干嘛 对啊 你开什么玩笑 如果说今天 而且以柯家来讲 没有柯文哲的同意 就算你真的 真的可以让他拿走 先轮得到你陈佩琪讲话吗 根本没有你们两个 讲话的份 不要讲陈佩琪 柯文哲也没讲话的份 人家搜索就搜索 呸冰呸冰呸冰 大大小包就全部拿走了 哎 拜托一下 去办公室搜索的时候 我们都看到拿六大箱 请问一下还跟你 一个一个打招呼 说这可以拿吗 这可以吗 方便吗 Please Excuse me 开个玩笑啊 没有这回事 而且再来 他讲第二件事情是更好笑 他说 我跟你讲啦 你们都闹乌龙了 你知道为什么 你闹乌龙了吗 刘宝洁 我跟你讲 因为我们那个是 记者会上区块链 人家的赠品啦 他的赠品 我误会了 你搞错了啦 结果我们来了 各位哦 我们看到他的原文 他说这个是科技厂商 给的赠品 但是陈志涵 这个谎言 这个科幻小说 写得很有心哦 为什么 他还马上 放消息 放消息给媒体说 你看看 就这个盒子 就这个 Quales 宝洁哥记住哦 这个是给厂牌的名称 一模模一样 他说就是这场活动嘛 你们搞错了啦 闹乌龙了 宝洁哥大概1.1出现了 2019年 请问一下 你家有没有2019年的纸盒 放到现在 没有 如果放到现在 我跟你讲 撩皮皮了啦 通常都丢掉了 这个根本 转心的 你是在跟我说生笑 再来第二件事情 像这种盒子 你如果要找的话呢 你知道虾皮也找得到 网路上拍卖 到处都买得到 可以直接买现货嘛 如同你刚才讲到一个重点 今天检掉 为什么一定要把盒子 带回去你知道吗 否则我哪知道是谁的啊 我要把盒子带回去 盒子上会是什么 子文 子文嘛 我要recognize 我要确认说这个人性 所以我去搜索 我搜索你的冷钱包 我搜索你的冷钱包 还特别说 我要把里面的东西抽掉 盒子还给你 不要开玩笑 绝对整包打包带走 所以这个在胡说八道 所以反而比较有可能是什么呢 陈志安接入到任务 因为我们讲 冷钱包已经被查到了 被破解了 所以各位 不要再讲鬼故事 陈志安说有冷钱包 但错解当中 肯定是有什么危机的求救讯法 说白了 陈志安干快 出去外面 帮我随便唬烂一下 乱拜一下冷钱包 因为保护哥 你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吗 否则你想想看一个场景 起诉书到时候如果写出来 陈志安是不是从头到时候否认 从头到尾都说个故事 结果起诉书上面写 因查获冷钱包 柯文哲拒绝交代相关私钥 聘马以及助替时 涉嫌常逆犯罪不乏所得 涉嫌重大 因此这变成一个陈堂政贡 那陈志安这些民众要变什么 够嘴变阿嘴啊 打脸的是他们嘛 你说查到冷钱包了 一定会 保理哥我跟你保证 一定会 第一个已经查到 第二个正在破识 第三个绝对会写在洗漱署上面嘛 否则你按照陈志安的个性 他的个性是什么 不见棺材 不掉泪 对嘛 怎么会跟你讲什么 他一定是查到哪 办到哪 查到什么 讲到什么 如果对自己有不利的 绝对都把它隐藏到底 已经讲了两个月 曾在两个月跟我们说没有冷钱包 结果现在突如其来跟我们说 对 有冷钱包 而且不到一个礼拜哦 对啊 不到两天 三天 就21号讲的 结果今天24号 马上翻购 所以你想想看 当时就是这一个 他等于是 因为这是唯一公开场合 让有露面的画面哦 这是冷钱包 唯一有透露的画面哦 甚至你看哦 连厂牌白纸黑字哦 所以你想想看 到底是19年的冷钱包 放到了现在 然后剪掉突然好糊涂 我笨笨 只抽走里面的东西 没拿外壳 还是为了要预盖迷章 写一本小说 特别去买来新的冷钱包的外壳 来提供给媒体拍摄 来自圆其说 观众是有智慧的 而且你先被提到说 他讲是佩琪医生 就说你拿去了 你说这件事情也露线了 为什么这件事情露线 刚刚讲的 如果我到了你的家里面去的话 谁是主体 柯文哲是主体 谁来决定 柯文哲来决定 不可能是说陈佩琪讲 你就拿去了 不管问不问 都轮不到陈佩琪 如果陈佩琪 今天我可以决定的话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当时跑去 最后是有两个地方的保管箱 两个保管箱 我们要注意到 是查了这两个保险箱之后 江湖才开始传出 有冷钱包 所以你这个冷钱包 到底是放在家里 还是放在保管箱 你如果是放在保管箱 那就不是说 怎么你外面的赠品 放在家里 是你刻意要把这个冷钱包 藏起来 保陋哥你突破盲场了 为什么 因为当陈思涵讲说 是8月30号找到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 有87%的机率 绝对不是8月30号 因为理由很简单 他就是要转移方向嘛 再来第二件事情 他自己说 当时陈佩琪 意思是说 你拿去把 各位 检掉如果他有意思 要询问的时候 他一定会拿着这个东西 去问你说 这是什么东西 而且他不会问陈佩琪 如果是8月30号 他会问谁 柯文哲 他一定问柯文哲 所以如果他说 陈佩琪 这是什么东西 那代表一件事情 绝对是在侦查 陈佩琪的过程当中 他唯一一次 侦查陈佩琪的时候 保管箱 就是保管箱嘛 而且保陋哥 所以现在合理的怀疑说 那个冷钱包在保管箱 我跟讲 不只合理怀疑 合理推论 为什么 因为8月30号那一阵子 其实根本没有人 讨得到冷钱包 这时候案情的发展 根本也没有1500 是直到什么时候 直到了保险箱被查的时候 直到了我们讲 金条被挖出来 陈佩琪出来开计车 那时候 才传出冷钱包的消息吧 所以你如果按照 这个逻辑的推论 真正冷钱包 很有可能被发现的地点 根本不是柯文哲家中 而是陈佩琪 想要转移焦点 而是陈自然想要转移焦点 就是在那个神秘的保险箱里面 我常常讲 这个世界没有偶然 这个很多事情 都是刻意操作的 而且是反必有妖 他已经说了多久的话 他已经说没有这回事 只有我跟你才知道 因为我们两个 就掌握了什么的冷钱包 结果现在又讲 我现在要告诉大家 一个爆料 一个独家了 底下我也看到那个盒子 我也看到冷钱包 为什么不到三天的时间 他的风向180度转变 主要要解读他的风向 因为他实在是讲太多谎话 但这两个 他前后谎话有一个很大的差异 从没有冷钱包 现在到有冷钱包 而且还有盒子 还有尸体 那个都是他的包装 他的话术 但游冷钱包 已经是他的事实 而且他主动爆料 为什么要主动爆料 这才是可怕的地方 所以换言之讲 为什么 因为受命 有人叫他爆料游冷钱包 这个人是谁 只有磕 只有磕才有可能 所以磕知道出事了 因为他们也怀疑说 到这个月底可能起书 对 怀疑这个月底起书怎么办 有冷钱包的话 所以他起书 你显得清清楚楚 表示冷钱包 已经磕到 北俭拿到东西在手上 那柯也怕 他担心这两天起书 所以他才马上要赶时间 消毒 他自己先消毒 他要跟北俭对抗 因为这个 他们一直否认 当然现在有可能 还没有解开那个金钥 但是我都觉得很难讲 我都觉得很难讲 可是今天最有意义的事情是说 一个会说谎的战狼小姐姐 承认有冷钱包 而且这个背后 是柯文哲叫他讲的 可是他讲说 为什么 那是他厂商给的 厂商给的那是一个干净的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名片 我们也没有用 大家大惊小怪 那大惊小怪 那你为什么要讲 你突如其来 在这个整个电视台的 这个录影制作过程里面 没头没脑突然间 拿一个冷钱包干什么 对耶 他自己讲他爆料 他是天外飞来一笔 他爆料一个厂商 送的冷钱包 你路边摊买了也可以 为什么他要爆料这个东西嘛 所以这个才是 示范必有妖的妖孽的重心嘛 就是他故意爆料有冷钱包 硬要扯这个爆料 那这个爆料来 柯文哲叫他爆料 另外一点就是原因背景 就是他们知道 北俭最近要起诉 甚至于有谣言说 北俭这个月底会起诉嘛 对不对 说要收压期限内嘛 所以他在做一些起诉前的一些的 舆论的一些的 就一些带风向的动作嘛 他告诉你有冷钱包 那可能最后会被人讲说 丢冷钱包没那么多钱啊 我里面可能只有1000块钱美金 你估计多钱20亿啊 不是他可能讲说 人家厂商货送我的嘛 厂商货送我的 我就随便放一点钱玩一玩嘛 对 我可能是乱讲一通啊 所以这个东西还有后续 不是到这边结束了 对 那这个东西 他们的预见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消息不断出来 对 那你看到 你就可以看出来说 整个民众党在这部分的操作 还有一个方向性嘛 对 他们不确定啊 他们不确定到底这个事情是什么方向 但是他们已经倾向于 承认某些犯罪事实的方向 现在他本来不是讲过吗 金流呢 金流呢 没有金流出来的话 压人取贡 对 压人取贡 柯文哲将来就变大伪 从2028没有金流 如果只有图利的话 我的好朋友郭正亮讲的啊 没有只有敢用图利起诉他的话 他都给你干了2028了 2028都来了 怎么样 已经 冷钱包都来了 在他们小姐姐承认啊 不要再讲 不要再讲压人取贡 对 已经柯文哲在铺垫 铺陈他的认罪的某些事实了 而且你这些讲 现在这个案子非常奇怪 就是柯文哲好像会得到一些消息 难道柯文哲即使现在已经在里面 都已经收下境界 他还有消息说 冷钱包被脏到了 所以我要提前消毒 冷钱包被抓到 这个不用这个第一天就抓到 这个不用怀疑 这不用怀疑 他的USB里面的东西 都是陆陆续续丢出来了嘛 这个在检方掌握的东西 比我们现在知道东西要多 太多太多太多 这个不用怀疑 现在说 那冷钱包为什么 现在讲这才是关键嘛 那现在一定是某一个事件 在内部发生了嘛 要出事情啊 什么事件会发生 然后这个时候 他柯文哲下命令 叫陈志涵带风向 赶快出来 出来带风向嘛 这才是核心的点啊 否则他刚刚骂过我们两个人啊 他马上就转口 他说那天很 不过这个本身的太难看了嘛 对不对 毕竟他 他不在乎难看 我觉得我最佩服就是他这一点 但问题是他要上电视 只要有电视可上嘛 对不对 但是我讲的就是 他这个是功能性的 功能性的叙事方式 他是有一个目标性的叙事 所以冷钱包第一次 由柯文哲犯罪阵营里面 对 嘴巴里面丢出来 这个有意义啊 大家都在那边 还有一些媒体在那边 骂我们两个人 我看了很多啊 骂啊 什么冷钱包都胡说八道 反正还有很多 比较比较比较于 同情柯文哲的人啊 把我们两个骂得很难听啊 现在我现在告 警告社会大众 你们家的陈志涵承认 有冷钱包 好 谢谢苏培 你说这个冷钱包 你们这样判断 不是家里找到的 根本就是保险箱 如果是在保险箱 才有陈贝奇说你们拿去了 第二个就是 如果是放在冷 这个保险箱代表什么 代表是他刻意藏起来的 当然是啊 柯文哲对于很多厂商 送的东西他怎么样 他很不屑啊 之前他在2015年 刚上任的时候 英国轨道贸易团 到台北市政府 去拜访市长的时候 送他一个怀表 他说什么破铜烂铁 把他丢掉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不是重要的东西 柯文哲会好好保管吗 他看不上眼的 当然是嘛 所以我告诉你 会放在保险箱 你看所有的人 你会把东西拿去放保险箱 你要先把它拿好 然后再带在你的包包里面 再走啊 走啊 走到银行 把保险箱打开 再把它放上去 如果是一个破铜烂铁 如果是一个厂商 送给你的优偶卡 你有可能把它放在保险箱吗 当然不可能 当然不可能嘛 所以那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才会去放嘛 所以今天陈志涵出来讲这件事情 大家就觉得说 过去你就是最常一本正经 讲说白菜的人 所以你今天你继续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在讲谎话 而你讲的谎话是什么 要打预防针嘛 为什么要打预防针 就如刚刚大家所说的 最近冷钱包这件事情 又被讨论起来 那是不是真的检掉 已经握有冷钱包 只是找不到相关解密的方式 所以如果如刚刚律师所说的 他可能依照我有找到冷钱包 但我没有办法解密 我就怀疑你这边有不乏所得 因为我解不开 所以我就起诉你 我这样也可以起诉 对 我如果起诉你之后 你看陈志涵现在就开始讲了 检察官现在找到了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2019年科技工业 送给柯文哲的冷钱包 一个黑色的盒子 这个黑色的盒子 每一个人都有拿到 不是只有柯文哲 每一个人都有 但是连检看到他就很开心 就认为他里面有1500的比特币 这才是真的是在做科幻小说吧 这所有的东西都是科幻小说 你有可能看到一个钱包之后 就说就怀疑里面有多少钱吗 不会啊 所以你陈志涵先来做科幻小说 做这些事情在干嘛 先打预防针 在打预防针说 未来如果起诉书里面 有一个冷钱包 但检察官没有办法解密 一定在扣柯文的帽子 大家不要相信嘛 他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做这个部分嘛 他不会觉得丢脸吗 他两三天前才说 这个东西只需乌小 之前还说 我根本没有这件事情 结果他今天突然的说 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这两天发生什么大事了 而且这个一点都不是秘密 之前大家在讨论冷钱包的时候 大家是不是就一直讲说 科文哲对区块链非常有意识 刚刚大家看了这个记者会的画面 其实之前大家都拿出来讨论过的 所以这个冷钱包 所有全台湾关心科文 这个案子 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个冷钱包 而且是科技公司送的 那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你陈志涵过去否认 你现在突然站出来说 有 他家有冷钱包 而且就是这个冷钱包 你不觉得很瞎吗 你把大家都当白痴 是啊 他一直把大家当白痴啊 而且他现在还要认为 还要让大家认为 检察官是白痴 说这个检察官 居然看到一个空的 这个比特币的盒子 就认为那里面有1500 有冷钱包 里面有1500的比特币 所以他就是要让所有的人 都要跟着他一样变笨 而且他要把办案的检察官 也刑溯是个笨蛋 所以我觉得这怎么可能啊 你真的觉得全世界的人 都绕着你转吗 你要怎么塞都怎么塞吗 怎么可能 然后你知道吗 他先讲说 他昨天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说有一个冷钱包被收走 被带走了 这对不对 结果你知道吗 他后来转回来讲 怎么讲你知道吗 他说这个盒子啊 这个啊 这个冷钱包 就像空的悠游卡一样 空的悠游卡 对 然后像空的悠游卡一样 所以很多的活动 都会收到空的悠游卡 那现在怎么可以 因为空的悠游卡 就说柯文哲是贪婉孤立 这是什么世界 所以你看他的连结是什么 他的连结又把他冷钱包 变成悠游卡 他在灌输小草说 如果情书里面 有出现一个冷钱包 他就是一个空的悠游卡 那我问你嘛 空的悠游卡 为什么要放在保险箱 空的悠游卡 为什么柯文哲 要从2019年留到现在 你真的是把大家当笨蛋 你自己是笨蛋 就要我们都要逼 逼得我们都要变笨蛋吗 怎么可能嘛 好所以师聪 刚才讲说 没有这个厂的时候 你们根本没有钱啊 大家误会了 跟你说完全违背大家的尝试 因为你有没有使用过 这里面有没有钱 对 检掉一看就知道了 如果真的是厂商送的冷钱包 你一开始解释 那是厂商的中文表 你甚至可以公开展示给大家说 里面是空的 没错 像你看着陈志涵讲的话 你真的是觉得他是胡说八道 为什么胡说八道 保险你看他说什么 他是在这个柯文哲家 去搜索的时候 保险 那里面还说 他看到一个卡片或是什么 那是检掉人员如获自保 会觉得那是冷钱包 有谁看到那个东西 马上就会觉得那是冷钱包 会吗 当然不可能 在当初第一次去搜索柯文哲的时候 是什么东西都搜索 我还去注意到说 这是冷钱包 这是冷钱包吗 我好开心 那完全不可能 我有朋友也是被搜索过 抱歉 他就说搜索是怎样 他人 你也不准在旁边 他们就直接拿走了 他也不会问你说 这个是什么冷钱包 然后怎样 让你看他的表情 都不会 我们搜索票来了 你就在旁边站 看我们怎么搜 能搜都搜走了 他还没问你 怎么样 还有没有饭吃 根本不会问你 所以他根本完全是胡说八道 好 你在說一遍 我不懂是說 今天如果我使用冷錢包 我旁邊會有一張紙 上面會有一個助記詞 如果我只要使用過了 我的助記詞就會沒有了 那也就是我只要一看 上面所有的配件 我就可以知道這個冷錢包 有沒有使用過 當然知道 因為你第一個你登錄之後 你馬上就會有那個助記詞出現 你要記起來嗎 記起來之後 那一張紙就不在這邊了 如果這一張紙在這邊的話 我當然馬上就可以登錄裡面 就知道所有的內容跟資料了嘛 所以要不要知道 他有沒有使用過 那個非常簡單 檢調只要一看 打開沒多久就可以 甚至他一開始插上去之後 他就知道 這個到底有沒有人用過 所以這個完全都非常清楚 一個狀況 目前為止來說 我覺得檢調是真的 已經查到冷錢包 那是沒有問題 只是目前為止來說話 助記詞沒辦法查到 好那我們就講 直上這個陳志涵來說的話 他也真的是完全在胡說八道 我最近一段時間 你只要看他講 他講的話都是 反正前面是怎樣 那就是這個 我先講給一道想法 後面會一改一改一改 而且是都被抓到的時候 他才會講 反覆無嘲 對你看一開始 尼耀石的時候灌水的時候 他就說對啦 這個我們 他一開始才否認 否認後來說 15筆漏爆 兩筆誤爆 然後端木正的 這個便宜形勢出錯 你看把事情都推到端木正 然後進總捐這個 4千萬給這個 所謂木可 然後目前有1500萬的 這個授權費 他還說這是落差 這個我們不解 我們要退回國 我們1360萬 然後包括說後來的 這個陳佩琪的ATM 你看他也是開始胡扯啊 說一開始說是媽媽的 收尾錢 然後後來又講一大堆 有了沒有的 對 那最近不是說 福報這個黨工的薪水嗎 他還說是福報 短報 錯報都有 所以就說 我跟你講你不要講 聽他講那些什麼話 那都不重要 當時董事長說了一件事 就是這件事 因為你看他都是 因為有一件事情發生 他才要出來澄清嘛 有一件事發生 有一件事發生嘛 那就是這件事 顯然是他要澄清 要出事了 那一件事情 才是真正發生 那至於說那一件事是什麼 那顯然當然一定是跟 所謂的這個冷錢包 是有關係的 好 李律師 現在剛才講的 現在他們就咬住說 要破壞一個冷錢包 覺得非常困難 而且如果你要破暴力破解的話 你三次錯誤 你們全部都要被清空掉 完全被delete掉 那可是我只是拿到一個 一個USB 或者我只拿到一個 這個冷錢包 我可以當成 陳唐正供嗎 現在看起來這個柯文哲 可能是有圖利 甚至有收費的一個情形 那現在檢調 當然就是說 這個如同民眾黨講 就是說我要查金流 查金流 但是目前看起來 像金華城這個 講這個不法的所得 有高達這個 一兩百億的這種情況下 這個我們合理 檢調可以合理來判斷說 這個柯文哲 可能會拿到多少利益 如果真的查到 只有1500萬的話 一定是檢調 沒有辦法來接受的 那現在看 假如冷錢包 什麼都沒有查到的話 那麼或許對檢調來講 會比較困難一點 因為沒有辦法有一個 比較具體的東西來指證說 柯文哲有拿到一個高額的利益 但是現在已經有冷錢包了 有冷錢包的話 假設裡面 這個都是一干二進的 沒有任何的問題 沒有任何使用過 或者只有 他只是來使用 放個10萬塊來玩一玩而已的 他其實大可把這個東西 就丟出來了 說出來就沒事了嘛 但是他如果都不說的話 而且這個冷錢包已經被檢調扣住的話 那檢調就可以合理來懷疑 認為說這可能是涉及到犯罪所得的 而且法院在認定 可是我這冷錢包 我只是一個USB 我解不開 我也可以當成犯罪所得 是的 當然說我們刑事訴訟法 如果要認定一個人有沒有犯罪 要有一個明確的證據 那這個證據要看說 認定到什麼程度 如果一開始冷錢包 什麼都沒有的話 那我想這個部分要來認定 是有一定的難度的 但是現在有冷錢包了 他可以把這個當成在刑事訴訟法 在這個工房辯論的時候提出來說 我這邊有一個冷錢包 我已經查扣到你的一個冷錢包了 那你要作何解釋 那這個時候被告你可以選擇 我要保持監默權 我完全不解釋 這也可能是他現在的訴訟策略 他就不解釋 看看你們檢調有沒有辦法來破解 那如果你真的檢調沒有辦法破解的話 是不是完全就一定沒有這個犯罪所得 對我就拿到沒辦法了 也不見得 不是嗎 因為雖然比較不容易來立案 來認定他一定有犯罪 但是現在已經有一個很明確的一個實體的冷錢包在這邊了 但是你 我們已經在作為一個刑事訴訟法 一個辯論的一個證物了 但是 他也可以當證物 對可以當證物啊 我收到了這個冷錢包 就是一個證物 但雖然我沒有辦法解開 但是我給你柯文哲一個辯論的時候 一個機會 你來說明 但是你就是敵死不說明的話 那麼檢調就可以合理 法官就可以合理來認定說 這邊是有隱匿所謂的不法所得的 就可以反過來推論說他可能有收惠 所以就像過去一樣 我們看到一個保險箱 這個保險箱非常的堅固 我說你這個保險箱給我打開 我開沒有多少錢 他說這個年有失修了啦 我也忘記要死了 我根本不知道了 我打不開 其實這樣子 我也可以拿來刀起訴的理由 如果就像如果我殺了一個人 如果我把凶刀丟掉了 那凶刀都找不到了 這個時候來認定說我殺人就有難度 所以假設這個保險箱也好 這個冷錢包也好 我們都沒有找到的話 那其實要來就這個部分的金流 來認定是有相當的困難的 但是現在只要一旦 這個東西已經呈現出來了 對 已經被找到了 已經被搜索了 扣押 而且拿來當作辯論的時候的一個證物了 這個時候就由不得說 你這個被告要不要來做解釋了 你即便你不解釋 我們合理覺得嘛 如果這個事情沒有 一切都是合法的 那你為什麼不解釋 他說廠商給我的啊 一個普通的這個卡片而已啊 就像悠遊卡一樣啊 悠遊卡是空的嘛 那你就讓你的密碼輸入 讓我們大家看一下嘛 你只要大家看一眼之後 我們覺得沒有問題 那我們再也不會提 這個冷錢包的事情了啊 但是你就是不解釋啊 那你不解釋的話 那一定就是裡面有鬼嘛 所以呢 檢調就會 法官就可能會認為說 這個就是有一個不法的所得在裡面了 對 這個還是可以當證物的 現在不是講說 在那個USB裡面 不是小賢1500嗎 1500如果對比前面的話 照講你想到就是1500萬 可是現在有媒體說 現在檢調再查下去 懷疑說 那不是1500萬 那可能是1500美金 那最合理的說法是 因為它就是1500單位的泰達幣 為什麼泰達幣 因為泰達幣就是剛好 跟美金對接的 寶刀哥現在檢調查到整個USB 或是講隨身碟裡面 它就是一個Excel檔 我跟你講名單公佈出來總共有幾個 總共有將近13個人 但有意思的來了 請問一下整份USB 或者是Excel檔裡面 名單總共有幾個人 現在有跟你講嗎 沒有 對 所以它到底怎麼分類 怎麼分門別類 或者說哪些人是在同一類 我們根本沒有辦法虧探其全貌 但有意思的來了 包括我們講的黃南光駐文定蘇一宗 這個我們清楚知道 他是給賴湘林的罵 這是以1為單位 而這所有人都已經認證了 檢調一個一個來問過了 問的是什麼 到底他的單位是什麼 確認是1 但只有一個人 到現在為止他的單位 還沒有辦法驗證 這個人是誰 沈欣欣 就是沈欣欣 小沈1500 因為現在不管沈欣欣 行使皆莫權 又或是柯文哲打死不認 我不知道 我不清楚 只知道金手倫是陳親 但這個單位 還沒有確認 但這次有意思的來了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是林俊宏 林俊華是專門幹嘛的 《鏡週刊》的記者 他都一向把檢調所放出來的消息 第一手直接丟出來了 所以保庭跟我講白了 他是誰 他是檢調傳聲筒嘛 結果他突然間講了一個 讓我毛骨悚然的消息 他講什麼 因為大家都以為是忘了嘛 都確認沈欣欣欣是1500 他說沒有喔 檢調現在說這個單位呢 還要再確認喔 他直通檢調的 他直通檢調 他跟我們講說 檢調還在確認這個單位喔 換之他接下來講說什麼 說有可能是太大幣啊 也有可能是美金啊 也有可能是蓄力貨幣啊 不清楚啊 為什麼會有這個懸疑 為什麼會有這個懸疑 因為理由很簡單 你對比相關小省1500 整個方案結構不成比例 什麼叫不成比例 我們現在已經幫各位算過了 你如果算他整個容積獎勵 一路到840 從392到840 那個不法獲利 走得700億耶 1500萬 哪有可能把柯文哲的打發掉 保庭跟我們講白話文啦 我們跟市民這邊前面講說 前面幫他募款餐會 100萬上千萬上一元 結果柯文哲5分鐘8完飯就走了 根本沒看在眼裡面 他會把1500萬看在眼裡面嗎 不會 所以如果是這個情況是假的 你說如果我們去參加一個餐會 這個餐會一個人100塊 那一人100萬 一個人100萬 我吃一桌餐費裡面 我就可以拿到1000萬 兩桌我就可以拿到2000萬 他對這種餐會 我就是5分鐘吃晚飯 我人就走了 我根本沒有把1000萬2000萬放在眼裡 那我怎麼可能為了你小省的1500萬 服務到這種程度 拼老命 各位這是我跟你講客製化服務 所以他們現在合理 懷疑說第一個嘛 我們剛才講到 柯文哲包括他的4.7 以及一些亂七八糟 非常為數龐大的金流 到現在為止 就從企業家講的啊 欸哪有可能啦 我們大家拳那麼多 他也沒有躺在名稱家 也沒有躺那麼多 整間房子躺那麼多 也不知道躺到哪裡去 是他咧 所以懷疑說有什麼 有冷錢包 但如果是有冷錢包的話 大家就不禁好奇說 你小省這個1500的單位 跟數字是什麼 因為檢調現在還不敢下定論喔 檢調要查是否 就是要你神經經交代 要你其他人交代 查清楚丟取現在最關鍵的 就是橘子嘛 為什麼我們講 一直橘子很重要 因為只有橘子可以跟我們講 這個1500他到底的單位是什麼嗎 所以你仔細看喔 這是我們剛才講到的 不法獲利所得 這個還叫低估囉 因為他整個整 今天北界你確定 要嚴壓神經經跟易小威 那我們看到很多的小草 很多民眾黨說 沒有金流啊 你根本沒有查到金流 沒有查到金流 你根本就是壓人取構 你說 你整個案子 你非常的清楚 你看過一遍以後 你說不是沒有金流 你光現在可以看到的金流 流到柯文哲口袋喔 這個就十大十已經流到口袋喔 至少4.7億 現在的問題不是沒有金流 是柯文哲的嘴巴很緊 柯文哲不願意交代 柯文哲不願意配合 甚至有民眾黨在外面鼓噪 大家不知道 金流去哪了 柯文哲民眾黨都一直說沒有金流啊 沒有證據啊 你怎麼樣這個壓人取共 柯文哲這樣子弄了他們什麼 骨肉分離 家破人亡 我就跟你講 不是沒有金流 是真的有金流 有金流 只是沒有最後的錢的去向在什麼地方 不是 因為我只知道到了柯文哲的口袋裡面 可是我不知道他藏在這個口袋 這個口袋 現在有非常多人出來證明說 我的確有給他錢 因為是B裡面至少就有4100萬 然後呢這個藍影的這個所謂 跟青藍的這個建商就給他1億 另外包括說他還有政治捐款 這都是實打實的啊 然後這錢到 只是錢到最後到哪裡去 不知道 不是沒有金流 金流都在我們的眼前 只是金流到最後的時候呢 到哪裡去了 柯文哲現在咬死 我不講 他現在反正我就不講 這個最後的錢在哪裡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講了什麼都沒有了 他這一輩子忙到最後一團 就是要把這個錢留下來 藏起來 所以他錢還不見了 他當然不會講 那他妹妹都進來了 對 所以為什麼 因為大家拼這一團 他這個錢絕對不能夠講出來嘛 那現在錢在哪裡呢 我覺得可能跟橘子有非常大的關係 這也為什麼現在橘子呢 已經可能會被列為被告的原因 就在這個地方 而且你看橘子的行程 寶玉我跟他講可以斷言幾個 第一個 他涉案非常深 第二個 柯文哲在曹中 應該有人的一個狀況 曹中有人 所以為什麼這樣 這讓現在 這個更多媒體的報導是 橘子五月都到日本去了 不是什麼 他七八月才臨時起義 說說去日本游雪不是 好 那為什麼五月呢 我就跟他講 事實上如果你要辦這個游雪 至少兩個月的時間 雖然可能三月 現在不是媒體說三月 他就開始知道了嗎 可能你有問題 要叫他跑 雖然五月去日本的時候 抱歉 怪的是什麼 他8月27號又回到台灣 8月27號回來 他回到台灣的時候 8月29號再離境 你知道中間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嗎 硬小偉被搜索 結果他居然那時候回來 然後再離境再跑掉 所以你說我們的北檢居然讓你進來了 又讓你離開了 對 所以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可能柯文哲 要嘛就是朝中有人 要嘛就是他知道 你整個辦案的過程裡面來說 我有一些空洞讓他跑出去 好 那為什麼這樣子 就舉止有非常大 非常多危險呢 第一個 他五月到日本去做什麼 他可能第一個階段 先把我已經整理好的錢 拿到海外去了 拿到海外去了 為什麼第二階段要再回來 因為現在案情開始往上拉高了 我要回來把最後的證據帶走 可能他的冷錢包 或是很多致命的關鍵的證據 我就把它帶走 帶到海外去 沒有在柯文哲 或是在台灣可以收到所有的東西 那我的好朋友張喜凱 今天被問到居子說 你們現在居子已經有一百個版本了 你們把一百個版本 不要再胡說八道 我們不需要一百個版本 現在只有一個問題 居子不是一個單純善良可愛的人嗎 居子不是一個單純的小孩嗎 如果你接到證明清白的話 不要一百個版本 民眾黨你今天有種就叫橘子回來 如果今天民眾黨沒有辦法叫橘子回來 橘子很明顯的是畏罪潛逃到日本 今天你民眾黨怎麼有臉 你怎麼有那個臉講這種話 對沒錯 橘子如果真的沒有罪的話 他是杜聰明之後 我相信全台灣人沒有人敢 任何一壓他的罪名 真的在他身上 他回來的話 的確他可以光明正大地回來 我是杜聰明的後人 我回來 我有什麼不行 我光明正大地面對這一切 如果真的沒有問題的話 你回來絕對大家不會怎麼樣 誰敢動你啊 而且你是個年輕 大家都知道說是柯文哲壞 不是你嘛對不對 如果你根本完全沒罪話 那你幹嘛不能回來 就像我們昨天在講 柯富翔你要回來啊 金蘇你要回來啊 你一直在那邊刷家破人 你明明就好好的 你整人人整張好好你就回來吧 所以我跟你講 民眾黨講這些話 你只要這兩個關鍵人物 許子瑜讓他回來 這個柯文哲的兒子讓他回來 說明一切去看他爺爺 這些都可以解決嘛 但是不敢 為什麼不敢 因為顯然他們真的心虛嘛 好的剛剛講的 現在民眾黨不在講 金流了金流了 你根本沒有查金流 你根本壓人取控 你根本就是政治辦案 你等於說做一種司法的破壞 還說整個客家被你搞到了家破人亡 剛剛事從就已經講了 不是沒有金流 金流其實非常清楚 如果從整個捐款的這一端 從競選總部這一端 非常清楚是一筆一筆的錢 而且是昏心不計大小不拘 你起清盤吧 我還沒上億我也要 你是十萬二十萬 柯文哲也都不給你放棄的 這樣的捐低不棄 我們讓整個算下來 簡簡單單 是我們剛剛可以算的 結果已經有4.7億 放到柯文哲的口袋裡了 好 我們一筆一筆來算 大捲的政治現金 他拿了4億元左右對不對 那現在我們知道 他不是扶爆了一大堆嗎 什麼員工的薪水也扶爆 然後包括說像尼奧石的這些都亂爆 然後還有一四四 流到木可的一大堆 我們幫他估算 他還有很多扶爆 包括說民調公司也扶爆 包括廣播公司也扶爆 雙簧也扶爆 這個我們都可以查出來 保證我們假設 他花了4億對不對 他花了3億對不對 但是我跟他講 他搞不好只有花1億 所以他搞不好這中間就可以賺了大概 3億左右的數字了 好 那做3億之後 保證那還有什麼 包括建商給他的 上億 資金 那包括說像USB的帳本裡面有4千多萬 還有吳子佳 董事長爆料有3千萬的這個資金進去 還有包括說眾望基金會一大堆 這些算一算 我跟他講 夯不嚷嚷算起來 4億5億跑不掉 這麼多錢 這麼多錢到哪裡去 這麼多錢就是 有頭有臉 他們都出來證實 我直接給他錢 我就直接交代 你的這些USB上面 每個都承認說我真的給錢囉 真的給錢 這個是4140 4千100 4千140萬 這另外有一個在藍牌盒的時候 有很多的建商也給這個 科文哲錢 這個是上億 這都是一來一去 不用講 今天我們看到 慧珍踢爆的 中望基金會 2千多萬 就這樣子憑空消失了 保證我問這個吳子佳 董事長說他告你了沒 你不是說有3千萬 他告你了沒 也沒有告 所以險見呢 這些都是真的 至少這些金流 是人家真的拿錢出去 只是科文哲收起來 放到哪裡去不知道 只是最後藏錢點不知道 有金流 但是不代表沒有金流 是有金流的 有流動的跡象 所以是有金流 沒有最後的錢的去向 所以我才說 現在重點就是金流已經有了 所以你真的要定罪的時候 保證有金流就夠了 只是沒有找到最後的錢的去向 而且你講說 現在這個金流 科文哲絕對不會交代 因為剛才講 你要放一個大金庫有功不難 我絕對不可能 我亂設兩三個 所以你只要去承認這個金庫到底 好我就算是乾淨的 就算是別人捐錢的 就算你沒有犯法了 那你告訴我金流在哪裡 你存在哪個金庫 存在哪個USB 存在哪個加密貨幣 你只要招出來以後 你就賓購了 對 問題是說他就不會招 好那我們就講 像這幾天爆料越來越多 他怎麼收錢 我覺得真的 讓我覺得說 柯文哲真的是 我覺得他沒有格調 為什麼沒有格調 我這樣說他 你看他這天不是爆料嗎 他常常跟這個邱佩玲 就是現在基隆市副市長 跟他說哎呀這個我很窮啊 但是常常又到這個 他家去啦 但這個船員說在他家 然後找非常多的 這個大佬在那個地方 然後就跟他要錢 這樣有狀況 現在不是要了非常多錢嗎 你看很多人都出來嘛 有證實嘛 一大堆的名字對不對 幾千 五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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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萬 五百萬 一大堆人就這樣 然後又說了 所以他等於是透過這個邱佩玲的方式 在當這個中間人 你看而且被子集說什麼 在他創黨前幾天的時候 因為沒錢 所以他也到這個邱佩玲他家去 邱佩玲他家之後 然後常常跟他要錢 那要錢的時候 寶貞我覺得這裡面有幾個 是非常有意思 第一個你看 他要錢裡面來說 有這幾個輸一眾 然後他USB裡面輸一眾 朱文定 還包括說 這個黃冠南這幾個人 寶貞這幾個人你知道 錢最後 因為這幾個人為什麼會出現在USB呢 原本這幾個人是 要給錢要給賴香檸的 是柯文哲跟這個邱佩玲說 欸賴香檸要選舉 他現在沒錢 不然你幫我找幾個人要來 就這幾個人原本是要 賺給賴香檸的 結果發現 在最後我們去查賴香檸的捐款裡面 沒有這幾個人的名字 沒有大金 我們在查名字 沒有核泰 都沒有 沒有駐文定 結果最後是落在 柯文哲的手上 這種錢你也賺 欸 我們昨天講 你今天員工裡面 你這麼增加了10萬 增加了1萬 增加多少錢 把這個福報的薪資 放到自己的口袋裡面 結果欸 現在傳出來說 都有可能是欸 我用賴香檸當人頭 我用賴香檸當名目 我去跟企業捐款 對 結果也是進他的口袋 就很難哭窮 然後就說欸 這個我幫一下 我們這個賴香檸 幫一下誰 然後這個最後捐的錢 就入我的口袋 我覺得 這些如果是大額的 入你口袋 沒話說 欸 你這是要幫賴香檸 40萬 30萬 你這你也把他 所以才說 你大小通 你這個實在是 很沒有格調 你知道嗎 還有另外一個罪沒格調 我跟你講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誇張 黃重仁 黃重仁 黃重仁是怎樣 他說 欸 然後跟他要錢 然後黃重仁說 不好意思喔 欸 我挺賴心得喔 我不要給你錢 真的假的 對 那結果你知道他怎麼樣嗎 黃重仁怎麼給嗎 黃重仁就說 欸那這樣好了 我沒有給你錢 我給你另外一個標案 200萬的標案 那請你的募可去接 欸抱歉 這個標案你可以賺多少錢 其實賺沒多少錢 這種錢你也要 但是他也要 所以我形容是什麼 這個有一點 黃重仁就是這樣 啊就錢給你拿 你拿 待會兒肚子 你拿待會兒肚子 你給他 他就把他撿起來 欸這個20萬 有了 有 夢壇這樣 我覺得那個 格調 我覺得 我看了這個我覺得 真的很沒有格調 30 40萬你也要 然後這個標案 人家就不想給你錢 給你一個標案 打發你 欸你也要 所以他說這個 這個你會覺得說 如果你看到目前為止 你還覺得 他的個人的清白 是台灣人的未來的時候 那我真的不知道 要該說什麼 黃重仁剛剛事後你講了 你明天講沒有金流 剛剛講的 你這4億7千萬 跑到你柯文哲口袋 你柯文哲到底放在哪裡 你不知道給社會交代嗎 民眾黨不是一個清新的政黨嗎 你不是柯文哲的清白 是台灣的未來嗎 那你就把這個錢交代出來 我們想知道 這個錢放在哪裡 讓我們批判一下 還有這麼大的錢 你說不是一個人 一個時間 一個地點可以搞出來的 那一定是個集體犯罪 你說你覺得 北檢現在辦非常有趣 北檢現在要延壓 可能不是值班客問責 你說整個民眾黨 可能全部要賠進來了 從昨天剛剛講 那些心思的問題 是不斷地累積進來 你說現在民眾黨 你現在參與選舉的 包括總幹事 副總幹事 包括陳志涵跟你老公 都小心了 是 尤其是陳志涵 為什麼尤其是陳志涵 我告訴你 從以前到現在 所有一些賬不對的問題 都是陳志涵 這個一臉正經的 胡說八道 胡說八道到一個極點 還記不記得 可是我胡說八道有罪嗎 當然有罪啊 我胡說八道要被關嗎 其實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你其他你都可以推說 那個木渴事情我不知道 縱望事情我不知道 那你有沒有領十萬 你總該知道吧 你的戶頭裡面 一月二十六號 你被報了兩次的薪資 一個是獎金 一個是三十萬 一個是十萬 你十萬 到底有沒有入賬 你總該知道吧 他到現在不敢講 他那時候在八月的時候 四叉貓說 你的五個月領了一百多萬 一百二十幾萬 他在那邊說 我沒有領那麼多 但是他從頭到尾 沒有說他領多少 那我們其實也不知道 也就是第一個 你有沒有領 如果你有領這十萬 別人沒有領這十萬 那等於說 你等於是你自己 那個錢是塞你的嘴巴 如果你沒有領 那你不就是配合洗錢嗎 而且市中剛剛特別想到 你今天的整個競選金額 號稱是說 你捲了四億進來 捲了四億進來的 你花了半天 花了兩億多 花了三億多好 那你怎麼三億多的錢 你是要很多是虛報的 虛報的包括你買廣告的錢 包括這個所謂的 做廣播的錢 包括什麼 包括做影片的錢 那這些錢到底誰經手的 這些經手的人 難道你不知道有被扶爆嗎 這些經手的錢 難道你不知道 這個東西有家賬嗎 這些錢 到底是你A在自己的口袋 還是配合柯文哲A錢 不管是你放在自己的口袋 或者是 你配合柯文哲洗錢 都是背信 都是詐欺 都是共同正犯 都是協助犯罪 你說陳志涵 我跟你講 他在八月的時候 已經很確定知道 就是說十萬 你有沒有領 這件事情你總可以說清楚 他一直到十月底 現在是什麼狀況 是有71個人裡面有20幾個 跑出來跟林冠年 跟四叉貓說 我們都沒有領到 我們1月26號的兩筆帳裡面 有一筆 我們都沒領到 而且據說 他們是先跟黨裡面反應 黨裡面跟誰反應 一定是陳志涵嘛 你到現在其他被抓的被抓 被關的被關 現在只剩下你 黃珊珊跟你了 你有沒有跟你反應 你出來說 你下面的人 有沒有跟你反應 好 現在情況來了 你八月的時候 你應該就知道 你十萬塊沒有領 你不敢講 你到現在還不敢講 不敢講的情況之下 代表著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從頭到尾都知情 你就是配合著你們的老闆 配合著詐騙集團的主謀 把整個黨工的資料 拿去去 所以你才不敢講 不然我就問 如果今天我們發生什麼 關鍵有詐騙的事前 如果我發現 我明明通告費只有你一份 你給我報兩份 我就給你算贓算到底 當然 而且我給你算 過去四年了 全部都算到底 不是 還有一個就是說 如果今天我親手辦一個案子 我今天親手辦一個案子 結果我明明付出在 我明明給人家一百萬 你給我報了三百萬 或者說我明明跟人家談的是一百萬 結果你最後發表 叫我開五百萬 那我一定會嚇死啊 我一定會跑啊 那我要問說 那這種開發表的 今天親手贓募的 居然跟人家談的 難道都是柯文哲嗎 除了柯文哲 一定還有很多人啊 那這些人 難道你都不知道嗎 那如果你都知道 那你們不是一個 集體洗錢嗎 蛇屬一窝啊 而且他們完全配合演戲 配合詐騙 配合背信 配合土力 到今天 到現在 他還在對全國的觀眾 開始說話 我告訴你 光是陳志翰一個人 說了多少話 他包括還記不記得 木可那時候 你就說你賬不對啊 什麼一大堆的 結果陳志翰說什麼 他在那邊印證言詞 發表一個演說 他說 對啦 經過我們查之後 我們發現 我們那個契約簽了 結果呢 雙方認知有錯誤 我們會給他一千五百萬 但是我們現在認定 其實我們應該只要會給他一千三百 一百三十幾萬 所以我們現在要求木可退回給我們一千三百六十萬 退了嗎 當然沒有啊 沒退 我問你啦 怎麼可能 所以他每天印證言詞講謊話 而且在這一場記者會裡面 後來是誰說真話 竟然是柯文哲說真話 柯文哲說 啊對啦 木可的那個李文中啊 跟我們禁總的李文中 其實是同一組人 所以換句話什麼意思 你現在是告訴我們 禁總的李文中跟木可的李文中 簽了一個不平衡的協約 禁總的李文中 會給木可的李文中一千五百萬 結果隔了都已經不知道幾個月之後 你現在你們整個禁總才說 喔對了 我們多會了 所以現在是木可的 禁總的李文中 要求木可的李文中 退我一千三百六十萬嗎 不是 我覺得更荒謬的是 所有的問題都是端木正 我們這麼相信端木正 結果他亂做照 亂做照把我們搞到今天這個題目 結果我今天問說 這個員工為什麼虛報 我有打電話給端木正啊 可是他沒有回我的話 廢話 你把人家搞成這個樣子 你還想打電話給人家 華傑哥你被騙了 你已經被他騙了 我又被騙了 你被他騙了 我一幕以來都被他騙 你被他騙了 我不是在被他騙 我還被他羞辱 是 因為他義正言 這給你回程 到底是我跟胡董 兩個被約談 還是你先被約談 是 絕對是他被約談 為什麼 因為他竟然 告訴我們這種鬼話 有人那個契約 沒有看清楚 就先會出去一千五百萬嗎 怎麼可能 如果今天 這怎麼謊也敢說 而且說這個這個言辰 他有什麼不敢做的 我跟你講他真的說的超多謊 他這個說了對不對 結果眾望基金會被我踢爆 你兩千七百萬 到最後怎麼 你只剩下幾十萬 十萬的發票 你兩千六百多萬去哪裡了 他說 這個問題 我們沒有辦法回答 因為靖總 跟眾望基金會是不同的單位 你坐價格好不好 就像我現在跟那個 吳子佳每天做旁邊一樣 不是 更主要誇張的是 員工是同一批人 員工是同一批人 而且我告訴你 他們其實從頭到尾都是這樣 同一批人 在四五個不同的單位 不斷的都爆出人事費 所以這些人 一個人只領一份薪水 那戴雨文說我只領一份薪水 對 但他出現在四五個不同單位的人事支出說 那我就問陳志翰 你有沒有配合你的老闆 把這一些福報的薪資 弄到變成自己的口袋裡面 不然你講71人被福報了340萬 他說什麼 對啦 有人福報 但是我們有少報也有誤報 那我請問你 你是不是就是被少報的 你可會不會其實你是領了五六十萬 結果你只有報了40萬 那誰少報 誰誤報 那你要不要出來講清楚 那最重要一件事情 這個賬的問題領多少薪水 就給多少錢 就報多少賬 平時老實去報有什麼問題 你搞到現在 我都很想跟你講一句 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好 雨雪 這個我們剛剛講的 民眾黨現在在講 你查不到記錄 查不到清流 可是這是這種簡直報我們稅 不是沒有清流啊 有這麼多錢 從四面八方捐低不息 一筆一筆的流到你柯文的口袋 而且在這個流到的過程裡面 有很多共犯的 這些共犯裡面 剛剛講的禁總這些人 你作賬的人 禁總這些簽約的人 禁總這些拿發票的人 難道你都不知道嗎 你看了這麼多狗屁刀刀的事情 你怎麼可能當時沒有任何心理懷疑 難道這個真的是 把整個競選總部 變成一個大型的洗錢中心 所以第一個 錢 你柯文哲 你要不要交代 沒有交代 你憑什麼在那邊說三道四 第二個就是 整個島 整個島 都是犯人 當然 沒有一個是清白的 我們說你才講什麼 柯柯園區 才講什麼 摳摳園區 你要理解一個概念 不管今天整個詐騙集團 整個園區裡面 有主謀 有共犯 有水房 有車手 有些人或許被蠍了 但你要理解概念 他們都想幹嘛 通通都在撈錢 通通都有錢 都要撈錢 總不可能做白宮 所以各位你仔細看 當今天講到柯文哲 再補一句 我從民國78年 就跑當時的立法委員選舉 我總統大選 開始1996 我就開始跑了 從那個什麼的 這個所有的立委選舉 我也跑了 縣市長的第一次大選 我也跑了 我沒有幹過這種事 反正跟我跟你講 就一句話 沒有一個人是無辜的 Nobody is innocent 為什麼會這樣講 你仔細想想 柯文哲今天呢 第一個 他說沒有金流對不對 那我請問一下1億的建商捐款 跑去哪裡 對 他到處去跟人家要錢 刑起脫波 有的用刑起的 有的用芯片的 輕輕輕輕 20萬30萬 100萬50萬 老闆哥 全部加起來也有幾千萬 那這幾千萬 什麼幾千萬 幾億了 一來一去 跑到哪裡去 不跟你交代 那我就講 你柯文哲清白對不對 那很簡單啊 你USB 你說冷錢包 那我就問啊 你柯文哲喜歡用虛擬貨幣 你很時髦 你很時髦 裡面的地上 讓我們看看 怎麼會這樣 不行嘛 就都不講 都不看 兒子也不回來 然後孝親兒子也不回來 看一下阿公 然後橘子也不回來 好奇怪 但你不要以為只有這樣 你不要忘了 整個總統大學 洗錢過程中說 我們是不是一直聊到 說陳志涵 你30萬 總金有拿到 你這10萬的薪水 請問一下陳志涵 你就講出來就好啦 大大方方的 像我們佩琪姐一樣 賽事後頭說 我這幾筆 我到了拿大了 請你們不要照搖抹黑 在那邊寫科幻小說 講出來我們就 啪啪 對 假嘴變大嘴嘛 我也等著你 假嘴變大嘴 都不敢講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理由很簡單 這個環節喔 如果說他連政治獻金 或者說他發放薪水裡面 都是虛報的話 各位 事情大條 第一個 請問一下李文中有沒有處理 有啊 他是財務長啊 第二個 第二個 請問一下黃珊珊的時候是什麼 總幹事 總幹事要不要核發薪水 都要核發 所以你黃珊珊你也有份嘛 在第三個 下面的什麼和艾婷這種小咖的 端木證的助理 到最後面審核的端木證 請問一下這些人哪些人是清白的 沒有一個清白的 還有一個人絕對也不是清白的 不是 我記得他們可怕的是 他們自己不清白 那我可以罵人 對喔 而且還有一個人也是不清白 你知道誰嗎 徐甫 徐甫你知道為什麼嗎 徐甫不是最乾淨的嗎 你知道他什麼身份嗎 他陳志涵老公 他就只有這個身份 我只認為他只有這個身份重要 還有一個他可以幫基金會開門 歡迎是你徐甫也是副秘書長嘛 你也全部扛扛勾在裡面 而且周宇修你不要忘了 你通通都要蓋章 來我數給各位聽 光是薪資發放 薪水發放 助理費發放 我們昨天是不是講了 有些人是什麼 按月發放一個月1萬塊 1萬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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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人薪水領1萬塊的 少來給我這些 第二個 這個中間1月26號這個福報的 但寶杰哥 我們剛才講到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你知道是什麼嗎 政治獻金耶 今天你政治獻金是不是捧著錢 收進來 說沒有啦 我這個給賴向林的啦 沒有啦 我這個給誰啦 給那個 我們講蔡壁如的 給誰啦 這些緊緊緊緊緊 全部放進來 請問一下這些人 難道都不知道嗎 當然知道啊 他們當然也知道嘛 所以不管你是福報薪水 不管你今天是政治獻金 包括我們講的賴向林 民進黨八個立委 我不管你民選的 或者是不分區的 你們全部去募款的 柯文哲用他的名義的 法律哥 你知道有個大問題喔 代表這些人都是共犯 你知道他們的共犯辦什麼嗎 背信 代表說他們都是我自願擔綱人頭戶 把我的人頭提出來 給柯文哲做洗錢 給柯文哲做人頭使用啊 否則你怎麼解釋說 文獎啦 你不要騙人了啦 整個競選總部 柯文哲有時間去管這些 狗屁刀刀的事情嗎 沒有嘛 柯文哲絕就是到處募 然後丟給李文總幫我處理一下 那你想想看喔 陳志涵在裡面擔任什麼重要角色 他三巨頭耶 他跟黃珊珊是三巨頭 三巨頭 對嘛 他難道不知道柯文哲在裡面 幹這些狗屁刀刀的事情嗎 我都不管錢啊 我都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不管錢 你募款你總知道吧 對 我講你如果什麼都不知道的話 那你就變成漢了嘛 對不對 那你說許甫不知道嗎 好歹掛一個副秘書長 所以保證你聽得懂我的概念嗎 他從處理費到政治現金 這整個黨所有人都得要經手一輪 你不要跟我開什麼玩笑 說什麼愛啊 比如說我們這個攝影棚裡面 有人在喝水 有人在幹嘛 大家都清清楚楚 一目了然嘛 所以這個情況下 我跟你講 剪掉你今天如果只半個頭 沒有把所有民眾黨這些 涉及到背信 涉及到洗錢的人 通通抓起來 我跟你講民眾黨 每一個人都有罪 每一個人都有涉及裡面 這整個共犯解剖 這整個科科園區裡面 沒有人是清白的 你如果沒有辦到底 沒有把所有人辦下來 你就是辦假的 好 武長 最簡單的 黃國昌講那句話說 柯文哲的清白就是台灣的未來 你整個炸鍋了 你沒有看過這麼無恥下流的言語 這種話你居然也講得出來 更剛不用講的不是沒有金流 這個錢雪花花的白銀 從各種方向流在柯文哲的口袋 只是你不知道他藏在哪裡而已 這個很簡單的一個數字 已經跑出來了 節目單位現在公開的資訊做的統計 總共截至今天為止 對 有4.7億去向不明 現金喔 現金嘛 對不對 很清楚了嘛 4.7億去向不明 柯文哲從來不做交代 民眾黨不用做交代 居然我們的立法委員黃國昌 昨天公然的在呼籲說 柯文哲的清白是台灣的未來 他什麼邏輯你知道嗎 他認為柯文哲是被構陷 是被誣賴 是被賴清德用政治追殺 政治打壓 所以說柯文哲自己講的 他被陷害 對 所以要跟賴清德 或是跟未來的 不共在天 不共在天之仇 那這個仇我昨天很光榮的把它接過來 請你找我 你陷害你的人就是吳子佳 但是我現在還在陷害一個人是誰呢 黃國昌 黃國昌是不是搞了一個吹哨子協會 對 那個吹哨子協會要幹什麼用 幹嘛用 他要揭發權貴犯罪 對不對 因為那個他的 當時他們的那個同伙的 吹哨子協會的合作人 叫做 張靜元 張靜元 張靜元就是因為受了 永豐銀行和 這個何董市長的欺負 所以一路之下要成立一個 專門爆料權貴的一個機構 這個是一個利益非常的高尚 結果這個吹哨子協會裡面 你現在 目前黃國昌 我現在告訴你 你的柯文哲已經有4.7億去向不明 對 他一字不提 他幫他背書 對 他用他畢生所有的他的目前 好不容易用重新奪回來的一些 小小的這個 小小的聲望 然後來用 居然把台灣人的未來 跟柯文哲的清白掛鉤 對 市長 你剛剛已經談到 雖然民眾長跟小時候一樣 你查不到金流啊 你現在查不到金流 你把柯文哲壓起來 而且你現在準備贏壓 你根本就是壓人取共 你政治辦案 你完全不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 你說沒有喔 金流早就有了喔 現在隨便長已經有4.7億的錢喔 這還不包括選舉補助款喔 這4.7億的錢 就是你A來的錢 A來的錢已經寄到你柯文哲口袋 只是我現在不知道你柯文哲的錢 放到哪裡 你不能講你沒有金流 還有更誇張的是 在USB裡面不是講說 有很多的名字出來了嗎 對 名字出來以後 今天黃松仁出來喊約 是 因為他今天有個法術會 他今天出來喊說 喊約了以後 我們才知道 電話是柯文哲打的 對 而且柯文哲就直接要錢 而且他覺得 就衰是在江湖上行動 沒有人講說 我給你錢 你還把我的錢 清清楚楚記下來的 鮑姐 今天黃松仁出來喊話說 我真的有夠衰 我說好心跟你合作 結果沒想到變成 這個樣子的狀況 那到底是什麼 因為在今天媒體爆料 這個USB裡面來說 有這個黃松仁的名字 有黃松仁的名字 對 只是說他的名字 是沒有這個金額的 那是沒有金額 大家想說那是怎麼一回事 好 那我就講 為什麼這個目前為止 剪掉要約談這些人 或是說他們出來證實 因為 所以有沒有金額 是怎麼一回事 譬如說謝國良 他已經證明說有200萬 200萬 這就是金額啊 抱歉 只是最後的錢 到哪裡去不知道 現在被證明說 這些都有的時候 那當然就黃松仁 那你到底怎麼一回事 對 你是沒有這個金額 在這上面 那你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剛剛講的500就是500萬 500萬進到了柯文哲的口袋裡面去 對 就不見了 對 所以那證實是什麼 證實就是說 真的有金額這件事 第二是什麼 黃松仁今天就說 我是怎麼一回事呢 為什麼沒有我的 為什麼我沒有金額呢 因為我不是真的給他錢 我是給他一個案子 給他案子 那他為什麼會這樣 他說柯文哲親自打電話給他 柯文哲親自打電話 打電話給他 而且跟他說我沒有錢 我需要你的幫忙 他就說那這樣好 那我就給你一個案子做 那給你一個案子做了 保證他證實是什麼 檢調已經查過這個案子了 檢調已經來做調查了 所以說今天媒體刊出來之前 檢調早就來做調查 他用的是早就來做調查 所以意思是什麼 這個USB上面的東西呢 檢調都已經證實過了 這真的是證實是真的 所以現在媒體公布出來 是只是我想讓你看的 對 沒錯 原來我們不知道說 黃松仁利基店的黃松仁 有給柯文哲一筆生意做 是 檢調早就去查過了 對 沒錯 而且事實上他就說 這個數字沒有200萬這麼多 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保證這告訴你什麼 如果沒有200萬那麼多的時候 你看這個案子200萬 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其實搞不好幾十萬 你看連這個柯P都想要要 而且他講喔 他不是來問我 他說利基店的同仁 都問過了 對 所以事實上 目前為止來說話 證明說很多人都證實了 柯P的確他們有做這筆生意 那這筆生意OK 然後他就說這個報紙揭露說 他那個金額是空白的啦 那我覺得有點莫名其妙 我沒有給他錢 他居然把我的名字放在上面 實在很衰啦 所以他連給錢都沒有 然後他名字就放在上面 所以他覺得很倒楣的一個狀況啊 不是以前我們也要講 我們跑過很多的案子 剛剛就像吳東講的 從來都是給錢的人記帳 沒有收錢的記帳 而且給錢的人記帳 基本的你的江湖道義什麼 你要有秘帳 你居然真的是名火執障欸 你完全具體的把人家的名字 具體的寫出來 讓人這樣搞的啦 那格式小省有名字 然後數字還有金手人 他給你寫得非常清楚 那是什麼意思呢 他連代號都不用 你譬如說林志郎 你就給他小郎嘛 你就給他改名字嘛 對啊 這樣大家都不知道你是誰 結果沒想到 人家剪掉破貨這個USB 這個如獲自保 真的就把這些人約來之後 證明說這個USB就是真的 那我就看了這個USB裡面 我剛才講到嘛 黃崇仁給他這個案子 小案子 這個賺的錢是肉末他也吃 另外你看 蘇伊仲啦 朱文定啦 這個皇冠仁這三筆錢 不是要給他的 他也自己收起來 所以你看他什麼錢都一樣 你說那三筆錢不是要給他的 對 那三筆錢本來是要給賴香菱的 要給賴香菱的 結果你要給賴香菱的錢 他中間藍苦 所以告訴你什麼 他大小全部都吃 好 那我們講 其實你從這個奇性 你可以推一推回去嘛 他連這個錢 他都大小通吃 你知道 從競選經費裡面的東西 他會不會大小通吃 當然大小通吃 我跟你講 你會這樣做的時候 你在其他地方 你也是這樣做 所以簡單來說你看 光是這個所謂競選賬戶裡面的 他花了三億 我覺得他可能沒有花到三億 搞不好他從中間 就可以賺了三億左右的一個薪資 然後福報一大堆 什麼福報薪資啦 建商請客 一大堆有了沒有了 這些錢都進來之後 寶傑我們跟他試算一下 4.7億搞不好會到5億都有可能 5億 所以這些現金的現在為止來說 下落不明 那為什麼下落不明 因為你看 柯文哲的習性是 大小我都要 我都收進來 我收進來之後 不會給別人 所以現在是這樣 有金流 那金流都是非常明顯的 每一筆金流都是非常清楚 我們都可以找出這些的 林志郎啊 這個陳映柱 他們都證實了 我真的有錢 所以你只要 我跟你講 你只要這個王烈玲 或是陳映柱他們秀出 我真的有給錢的 我有給錢的證據 就是已經有這個金流了 金流就是有犯罪事實的 而且最後指向就是我給柯文哲 所以你說現在 小草革命重大 你不要再跟我講沒有金流了 以前沒有金流 是我根本 連那個錢我都沒看到 現在是確定有這筆錢 確定這筆錢 也看起來是有對價關係 而且這個錢 是的確流到柯文哲的口袋裡的 對所以你知道市場 居然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人證實這件事 所以金流確定是有的 只是說呢 因為你這個柯文哲的嘴巴緊 因為這是你一輩子的打拼 最後一攤 所以你不願意講 好所以OK 那就是這樣 所以不要說沒有金流 是有金流 只是沒有找到最後那個大保障 而且今天北檢已經 嚴壓了一小微 北檢也要嚴壓這個審計金 下個禮拜大概也要嚴壓柯文哲 為什麼要嚴壓今天我們看到媒體 有報導說現在還有300多筆的政治現金 是跟審慶金有關的 對沒錯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審慶金為什麼會被嚴壓呢 有很多原因當然是 這案子還要繼續查 另外一個是說什麼 他說呢 有多名共犯或證人 目前還任職在威京集團 也就是說 還有很多共犯還有證人 目前還在威京集團裡面 也就是說這個案子 抱歉金網城 我們現在看到的案子 檢調還有很多證據 他還要查那些人 他說因為他對那些員工 有實質的影響力 所以呢 還有可能會有滅政跟串政的可能性 所以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檢調單位 可能還掌握了其他人 有匯錢給柯文哲 或是民眾黨 只是現在我們還沒有開始在查 那這些人 我們之後再查下去的時候 搞不好會越來越多 所以我跟你講 是目前為止來說 證據其實是越來越多 我覺得 北檢在辦這個案子的時候 其實我們當然希望他辦得很快 但是他事實上 反正我們就先把所有的 東西會越來越多 政區都鞏固完了之後 然後在最後一口氣起訴柯文哲 而且你想說現在對民眾黨的 非常可怕的是 因為這個案子已經不是一個柯文哲了 整個民眾黨看起來 全黨都已經在這個 北檢的雷射掃射範圍內 當然啦我們當然 事實上這裡面來說 有非常多的狀況 包括說這樣福報薪水的狀況 然後裡面來說 這個選舉賬戶裡面 有非常多的福報張目的案子 福報張目裡面牽扯到每一個人 譬如說這個所謂的陳之翰 他就有一家公司 他曾經去找過來了 這裡面你都有可能會有福報 你都有可能會有 這個同時A錢的狀況 所以來說這裡面 抱歉現在是還沒有跟他們算帳 你說接下來會查這麼細 當然啦 如果你政治現金查下去的話 你沒跟別人不是講嗎 你怎麼會拍個廣告 花這麼多錢 你怎麼會拍個影片 花這麼多錢 你怎麼會做個民調 花這麼多錢 你怎麼會買個便當 這麼多錢 那你中間的拿發票的人 買東西的人 中間經手的人 你難道不知道嗎 如果你經手的人知道說 我幫你加了一成兩成 上的加了幾倍 那你沒有犯罪嫌疑嗎 所以為什麼民眾黨上下 沒有人敢質疑 沒有人敢說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大家可能都是共犯之意 你說陳志來他有跟這個 某間時間公司 他有跟他非常密切的關係 你要說黃國昌就沒有嗎 他跟求證民調那些關係 也是很密切啊 他們有沒有這些東西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為什麼他們沒有一個人 寫流成河 所以為什麼我們沒有一個人出來講 因為他們背後都有一家 類似跟他們交好的公司 所以大家都有投名狀 對啊 奧迪這裡面來說 有多少人是共犯 我們不知道嘛 所以才說為什麼 目前為止 檢調還慢慢在操 我覺得我們可能要多一點耐心 因為這個案子 牽扯到的人 恐怕是相當相當之多